暑假即将到来 不过受到了夏季天气炎热 还有学生要放暑假的影响 全台的血液库存量都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因此更新医院安康院区6月17号将要发起捐血活动 要号召身体健康的民众一起踊跃响应 受到夏季天气炎热以及学生放暑假 还有民众出国与外出旅游影响 导致每年7、8月份全台血库就会面临严重的缺血危机 然而这个时候由于初游民众增加 意外事故发生频率较高 反而更需要用血 因此更新医院安康院区6月17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 发起爱心热血安康常在捐血活动 邀请民众到一楼大门外右侧花园一同响应 养成定期捐血的好习惯 除了可以帮助需要用血的病患 还能够让体内的造血组织加速造血 促进血液新陈代谢 有益健康 一举两得 而当天除了有捐血活动 安康院区一年一度的爱心意卖 也将热闹登场为期五天时间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 欢迎民众来到现场 用经济实惠的价格 选购各式各样的商品 意卖的物品包括了二手包包 电器 生活日常用品 以及全新衣物等等 院方期盼借由二手商品循环再利用 达到环保目标 同时发挥善的精神 为弱势病患送上更多的关怀 记者成品正本期新店采访报导